OK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 梦幻第一凌波城 也不能说第一吧 前面排前三吧 十八历 这个兄弟们应该没有什么 对不对 没有什么 就意义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会单胶赛玩的人真的多 OK我们来看一下 梦幻数一数二的凌波城 来打了这会单胶赛的一个比赛 这边的话木木地大家都懂的 对吧 木木地嘛 雪山的福战花果 好吧 对面的话是一个 雪山的福战花果比赛十二回合 花果打凌波 好吧 全力的凌波 应该 全力凌波城 打对面的一个花果山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的一个结果 对面的话硬件应该也是 一把厉害 不厉害怎么打福战呢 对不对 OK这边的话 凌波城抢到了一个速度 还有神马的配合 破血关公 因为隐身的宝没有出来 OK破血关公山好高 三千五千 对面的话 三千野高 这把不出金甲的话 三千七 直接翘了 我感觉 给宝宝顶 人物的话 有163不怕 这边招宝宝了 招顺机 OK 对面三千野高了 我跟你说 这 撵刀的事情 对面三千野高 两个全力 全力花果 跟全力凌波城 互相冲刺 不会关键 凌波城有速度 拉起来可以直接出手 对面死了就起不来了 这边直接轻抛 没有办法了 省不了战役什么的了 OK三千六 对面开飞机 对面战役也高啊 开飞机 这边出163 还好这边有个物理一速啊 OK 物理一速真的很重要 看一下出宝宝还是选择攻击啊 选择出宝宝 对面没有抢到物理一速 就人物打实战的话 就打不过关键翻的 我跟你说 OK把我顶个血 对面宝宝有大死丸 把蓄血拍掉了 OK对面的话 出了一个神马宝宝 有没有注意 对面花果山 抢到了一个物理一速啊 这个童子的话 有一个童子 应该是有福音神马的 应该 对吧 应该是有一个神马的童子 OK那局势的话就不一样了呀 对面的话 宝宝有神马了 OK 上一包 应该这个宝宝上一包带神马 有可能吗 OK 那对面先出手啊 对吧 OK这边出163那还行 不出163这个宝宝都出不来 这边也出神马 那下回合速度又要被宁波城给抢回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回合的速度 两边把疯狂出 出马 OK你看下回合宁波城又把速度给抢回来了 因为开局是宁波城速度快嘛 对面速度慢嘛 宁波城过五回合神马 效果消失之后对面出神马 对面就快了嘛 OK两边打得很细节 两边都打得很细节 看一下宁波城能不能再 再出个马 或者五回合之类的话把对面推掉也行 OK对面的话拉 只有龟速能够拉自己 前面这个龟速 所以他给前面这个龟速顶了个血 因为切速的话比宁波城速度快啊 OK对面出宝宝出地厅 我靠 听歌了 这听歌应该是低速的吧 物理系不可能带高速地厅啊 因为高速地厅的话物理系本身速度慢加不了笛子 对吧宝宝繁育了你看 那这个地厅出的意义何在呢 又出了六岁 翻寸的话都是高速地厅 因为本身自身的人物速度快嘛 你像这种物理系 你反正全力的话 差不多就是1000的速度 对吧 所以说地厅没有什么用啊 你速度 地厅速度快了 掐不了笛子 速度慢了 出不了手 很揪血 OK宝宝逃跑 没有速度 打不过 福战花果 三人一样拿捏 算了